福宗十五推出2016星巴漫玩意登彈 这次有三个主题 更特别的是引进流行的虚拟实际口气 接下来是脱逃游戏 要让参观的民众有不一样的感受 福宗十五最近新店 2016年星巴漫玩意 跟台湾一样的竞争作品在关来电视 都会有全新在线、潮流世代、未来环境三个主题 那在福宗十五、三楼、四楼跟五楼 那分别三楼是一个传奇的在线 那就是我们很有名的赖有贤老师的一个展览 然后展出他的相关作品 像真龙天职、小和尚的这些作品 那四楼则是由那个许瑞峰老师、农农老师 跟那个两元老师 那他们都是我们之前新北市漫画争戒的竞赛的得主 那我们就是认为说他是一个新瑞的艺术家 那他们在现在也是持续的在创作当中 我们希望让他的作品让更多人看到 这段时间我们新北市文化教跟流行的密室逃脱 跟虚拟实境科技做计划 民众要在三分间里面 在游戏中找到破关的版画 我们第一次跟那个密室逃脱的游戏做一个结合 因为在台湾其实密室逃脱这个游戏已经进行一段时间了 那我们是希望说在虚拟的方式可以呈现 让更多人不会局限在场地就可以玩这个游戏 让未来可以在设备、科技还有动漫做一个结合 那方式呢就是其实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找到钥匙 然后赶快让自己离开那个房间 如果来不及的话那可能就会game over了 那至于怎么game over呢 或是你要怎么逃脱就欢迎大家到服装15来体验一下 2021年新北漫玩意电 这次新增加密室逃脱游戏 让参观的人有没有同样的感受 既然本节目的电话新北市场报道